詩語達人 主持詩嘉欣 好 歡迎各位聽眾 回到我們第二節的詩語達人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新年流流第一炮 我們請到著名的音樂家 指揮家 左曲家 麥家洛大師 你好 我們繼續聊聊 因為剛才聊到新年流 真的很火辣辣 發掘到一些我以前認識他這麼多年 都未認識到的麥家洛大師 現在講回 例如你 在閒談之間 你那時候去德國 一個叫做納佛賴堡音樂學院的主修小頭琴 教教我德文怎麼讀 Flybook Flybook Flybook主修小頭琴 1977年入了維亞納 市立的音樂學院 主修小頭琴 指揮 其實當時 為什麼有出國的決定 香港人 又姓波又男女 當時為什麼有出國的決定 因為香港學音樂的時候 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環境 然後歐洲是一個音樂的起源地 所以我很立志 一定要去歐洲學音樂 《機緣巧合》 有一個德國的小提琴家 來香港表演 就看中了我 他說 你來跟我學 我就立刻 退了《Hong Kong Philharmonic》 買了一張飛機票 然後去了德國 嘩 其實可以說的 也是隨心所欲 當時你要去德國 繼續去 是否叫做進修 我怕我用錯字 進修 以外開展你的音樂之路 更加趨勢 其實都很困難 因為我去德國的時候 是冬天下雪 當時是一股熱情 買了一張機票 住在Youth Hostel 考試前 Youth Hostel 一間房間突然發現 有幾張床 我怎麼練琴 是 看到外面有個森林 但在下雪 都要的 拿一隻琴出去 在森林那裡練 明天考試 一考不到 就要回香港 是 但是被我練了之後 突然考試 立刻考過了 所以一次 很難的 那時候一次考過是非常難得的 當時你其實的心 已經是說 選擇了想著走古典音樂的路 因為當時也未曾說 一百分之一百 說肯定我會走這條路 就是說相對流行音樂 或者當時也可能很多不同的 國語時代曲 或者粵語時代曲 那些 即是香港仔 你又走古典音樂 流行音樂不是我走的路 我已經很決定 當時已經是十八歲 知道我一定要走古典音樂 但是流行音樂是 因為這個時代 很多人想了解更多音樂 慢慢再跟你說 和阿羅記合作 下一節 我還要問當時 因為其實我越講越有興趣 我不知道聽眾有沒有有興趣 大家清心直說 過了幾十年之後 當時 香港的古典音樂水平 和歐洲 其實我覺得 答案複字又出 不過我真的想 由大師的口中 是不是真的相差很遠 還有其實有多遠 能否衡量到呢 你不要說當時 今天和歐洲的水平 都是相差很遠 古典音樂 是的 好奇 這樣就好了 我們去歐洲 不要說多遠 你都說很遠 其實歐洲學習的過程中 你最大的得著又如何 有沒有辜負了你自己 我打算一心去歐洲 拜師學藝或者枕學藝 當時你有什麼得著呢 當然有 因為在維也納和教授學 每一個教授都是 全世界最出名的教授 譬如指揮 我跟全世界最出名教授 指揮的一個教授 叫Karl Osterreich 作曲 我要跟全世界最出名的 一個作曲老師 叫Alfred Wohl 他每講一句話 每講教你一件事 都令到你一筆生難忘 很多話我都記得 有什麼經典名據分 跟聽眾分 譬如我教授Karl Osterreich 我去俄羅斯 打個電話給他 他說很開心你去俄羅斯做指揮 但是我最後給你三個字 講三次兩個字 就是勇敢 勇敢 勇敢 堅持 堅持 因為做一個音樂家 不僅在香港 全世界都很困難 因為商業化 所以商業化競爭很大 還有文化的機會越來越少 學音樂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做什麼在音樂上範疇 一定要堅持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勇敢 有這三個東西才可以做下去 你剛剛那三個字 正正跟我的有些不同 我講回我自己 就是我學打歌爾夫球 學打球 師傅就是三個字 又是三個字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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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練習練習練習 但是沒有了商業知識 今天是不會成功的 為什麼呢 首先 我音樂學院畢業之後 第一件事 我突然間領會到 我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把造型做好一點 買一套燕尾 拍一套漂亮的照片 然後寫好一個漂亮的照片 如果我說說 包裝不會很難聽 或者是市場推廣 我不知道 你剛才說商業朋友 正是包裝 包裝了之後 因為音樂家是很close up自己的 經常都躲著一個人在練 但我要open up自己 多點去跟別人聊天 多點讓別人了解自己 從這個開始 我改變了自己之後 就成功一步一步出來 好了 那你就主手主題琴 為什麼你有轉去主手指揮後來 那個路怎麼走呢 因為要當一個作曲家 你要了解orchestra 了解所有的performance 當一個指揮家 你要了解一些樂師 要懂得拉一種樂器 或者吹一種orchestra的樂器 所以我就選小提琴為開步 其實我去到德國的目的 是想學指揮 但是德國無法滿足我 所以我才搬去他 所以我才搬去他 哦 OK 那小提琴和指揮 其實有什麼相同 或者差異之處 有沒有異曲同工之妙 完全是兩回事 是 是 小提琴是一個藉著instrument 去表達你自己的音樂 指揮是沒有instrument 那個instrument就是你的orchestra 但是你要用心靈去玩這個orchestra 哇 OK 很困難的 你要用你的spirit 去影響那個orchestra 奏出你想要的聲音 當然心靈 是不是都應該加上自己的專業的知識 以及技術的水平 以及操藝 音樂的操藝 一定要 這些是最基本的 但是 有這些都不是一個好指揮 一個好的指揮就是 你站上台不動 人家都知道你想要什麼 即是一舉手一頭捉 不用舉手 你站上去就知道 就這樣站上台 人家都知道你想要什麼 很奇妙 哇 我們先去廣告 之後我們繼續談談 怎樣奇妙之處 好嗎